舞者坐著輪椅秀出精彩的舞蹈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輪椅舞蹈的國手選拔賽 不過台北大巨蛋遲遲無法完工 如今投資執行計畫書說 10月市營運確定跳票 無法在柯文哲任內開幕 沒有辦法在你卸任前完工 會不會有點可惜 不會 我跟你講我態度是這樣 該我做的 我每樣都做 不要刁難 也不要放水 依法行事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目前的工進大概還剩下到七到八左右 施工的時程我希望能夠 在拿到建造之後 大概在兩到三個月之內 完工之後希望能夠先申請施造 大巨蛋在五月底的進度已經超過九成 其餘部分則包含建築執照 第四次變更設計的內容 送進到內政部已經超過一年 消防署正在進行防火避難審查 遠修也必須在內政部過關後 才能繼續動工 否則會有沒按照設計施工的問題 因為評定書還沒有發下來 那他這個審查單位會希望跟這個 消防審查所謂的煙控 能夠一起來進行審查 去年四月到現在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毫無必須現在審查要審這麼久 不要為了對付柯文哲 你知道喔 大灣北斷 大巨蛋 設置黨 每樣都卡 我覺得是這樣啦 政黨的力不要超過國家的力 這是不應該的 雷市府也要求遠修以今年底 拿到使用執照為目標 遠修則表示 投資執行計畫書還有不少地方需要修改 要與北市府合議 目前也無法推估大巨蛋未來市營運的時間